哎呀爸 赶紧点个外卖 马上就过年了 外卖都不好送了 陈妈妈不在家 什么瘟瘟粉 来个绍皮 点什么外卖呀 点点外卖 嗯 哎呀 点外卖是吧 那绍皮和酸辣粉 不都是红薯做的吗 我倒要看看 外卖和原汁原味 哪个香 我特意选了这种白芯红薯 做红薯粉 这淀粉含量会更高 40斤的红薯 切了满满一桌子 看看能做出多少淀粉 还是用两台泼皮机 一起工作 打成细腻的浆 可想而知 在古代没有破壁级 哎 多费力 哎 素素打了三大盆 接下来又到过滤环节了 最近挤干这几豆浆挤的我 臂力都炼出来了 这个红薯渣 再加水多过滤几遍 还能出不少淀粉呢 过滤出的淀粉水啊 净至一夜 倒掉上层的水 沉淀在盆底的就是淀粉了 那刮出来还需要晾晒 太阳友好的话 一天也就 一搓就碎了 那晒得够干 随意一磨就成粉了 转了一下 四十斤的大概出了五斤淀粉 那做绍皮和粉条 都是用红薯粉 喝一比一的水 调成稀糊糊 那做绍皮的话 就跟做凉皮一样 找个盘子刷油 倒一层淀粉浆 隔水蒸个两三分钟 揭开锅盖会起大泡 就是熟了 将出来泡凉水里 很轻松就能揭下来了 一脉都很轻易剔头 每张之间都刷个油隔开 一打自制绍皮就搞定了 调料就更简单了 换能辣子油 再准备点小配料 先煎一波试试 我这自制皮好白啊 绍皮像在跳舞 煎到有点焦吧 放点酸豆角香菜啥的 再刷点酱 卷起来再刷酱 再撒点辣椒粉 小葱花 用签子穿起来 又酥脆又Q弹的 酸辣烤绍皮 这好吃很好吃 就怕吃多了等会儿胀气 这算啥呀 不是早就准备好了马丁琳吗 有了它 吃什么都香 过年免不了要吃吃喝喝之类的 团圆好味好消化 你看这个 有意思吧 妈我要吃你那个 你不是吃外卖啊 这啥呀这是 你咋再买吧 我咋再买最好吃 我的酸辣粉才绝呢 蒸熟一层再打一层 最后倒满一盘为止 自然放凉后 起下来就是一大坨粉 过上保鲜膜 放同分处 应该两三天 就变得棒棒硬了 最后卡到粉条的泡色器上 就可以刨出粉条了 哎 刨这个超级解压 咱就说自己做的粉 怎么这么细腻呢 那粉有了 再搞点小料 黄生黄豆炸到脆 关键是这个肉末乳 要炒香 调味就是葱 洋葱 甜面酱 豆瓣酱 炒成油滋啦啦的 看着就香 咱自制的鲜粉 烫个30秒就行了 哇 一碗好粉 必须得配一桌好料 根据自己的口味 自选一碗 最后淋上肉末乳 提前熬好的高汤 一勺辣油 哇 绝了绝了我的天 这谁能忍得住 不缩一碗 甩外卖八条鸡 妈我想吃你那碗 快点吧 你吃你的外卖啊 谁喜欢吃外卖了 我最爱吃妈妈的饭 哇 还是脑茶做的香 妈 看好了 千万别眨眼 世界十大神奇 十样之一 这不是吃南瓜灯嘛 要什么开始 快快 整得好 整得好 有到了 哇 你这东西一狗 这南瓜还能吃吗 吃干嘛呀 这些可都是我的荣誉 你看那边 这都是我的镜上 趁这小子不在家 我得赶紧把这些南瓜解决掉 这么多南瓜灯 不吃了怎么行呢 浪费 我是见不得的 这小子不总惦记 新爸爸的豹头马芬吗 今天我就给他来个南瓜版 再来个百吃不厌的南瓜饼 真熟的南瓜 先倒成一共用 马芬应该是蛋糕界的青铜了吧 打散鸡蛋液 再把这些南瓜拧混进去 融化的黄油 得放这么多 搅和均匀了 再筛入这些粉类 泡打粉是豹头的关键之一 最后搅和匀了 是一盆比较湿的南瓜面团 挤到纸杯里得十二分嘛 这是豹头的关键之二 当然最后是要点缀 抱头马芬的标志性巧克力豆 那丢到我的蒸烤箱 就可以开始搞善想的南瓜了 南瓜饼是最白吃不厌的 一款秋冬单品了 最传统的做法 往往是最好吃的 揉好的面团 分成十八克一个的剂子 鸭饼再包一小块 这小子的巧克力馅 再用牙签刻成个小南瓜形 太可爱了 有没有 趁热吃一口一个 还有丝滑的爆浆 蒸烤箱烤出来的马芬 也好优秀啊 外壳脆脆的 内心软软的 再加上南瓜的香味 简直无敌爆炸好吃 我愿不去闻到香味了 味道怎么那么糊涩 你看 南瓜臭的都让你浪费了 这样南瓜不才发挥了 它真正的价值 什么 这就是我的南瓜灯 啊 你怎么感谢我 我的胆 我的荣誉 嗯 好吃 妈妈的吃肉骨 可是家里面就剩这点肉了 妈 你相信打系统吗 啊 炸的 你看好了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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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够了吧 行 既然肉够了呢 那先做份肉松吧 正好家里也没了 话说以后吃的东西 是不是都能这么打气得来了 那我是不是还得留一小块肉 回头继续打气 不就无限循环了 我家平时吃的猪肉松 都是自己做 现在生活 不就讲究个健康五天家吗 况且做起来还这么紧 呃 做这玩意儿确实有点费劲 但是人类性化的大脑得用起来 这不就解决了 十分钟搞定 比手挫的均匀多了 最后啊 再调个味儿炒一下 盛出来放放凉 等晾干一点 不就跟买的一样了 正好冰箱里还有吐司 可以马上安排个吐司肉松卷了 裹上蛋液 蘸个沙拉酱 两头再蘸满肉松 拼底锅煎一下 这金黄的肉松加上芝士 哇 这我家那小子 一口气能吃三个 另一半肉 可以给他安排猪肉谱了 哎呀 师傅 三手 啊啊 腹 日常说习惯了 没想到吧 猪肉腹是用肉馅做的 这诱人的颜色啊 是因为加了红麴粉 调好的肉馅 放冰箱腌一个小时 然后再瓦 一坨在油纸上摊平 尽量压平一点 大概齐平了 再盖一层油纸 用擀面杖 屡屡屡就更平了 撕开上面这层油纸 刮掉边边上多余的肉 透光看看 合不合格 嗯 还不错 说明我压得够紧实了 现在就可以入烤箱了 共烤三次 第一次十分钟后 两面刷上蜂蜜水 再烤五分钟 第三次刷蜂蜜加芝麻 再进烤箱 来个最后五分钟就完事了 幸亏啊 我有两个烤箱 同时烤效率就有了 最后切成跟外面 卖的一样的小块 瞬间就感觉 自己又省了好几个亿 因为外面 这东西按课卖 我这做的 不能说一毛一样吧 嗯 简直毫无差别 嗯 哎 今天你作业 怎么这么快就写完了 那你也不看吗 我是谁 做这么点 我也帮你打打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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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歇吧 炸 哎 跟我斗 哎 我送你们两个胡萝卜 拿去吃啊 没客气 嗯 为什么要送咱们胡萝卜呀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啊 哎 我知道他不爱吃胡萝卜 肯定是他偷猫把他妈种的给拔了 哎我跟你说 哎 这么多胡萝卜 我们哪吃的玩意 一个就够了 哎 这么多胡萝卜 那就是我中的胡萝卜 天呐 真给我拔了 你个臭小子 为了逃避蔬菜敢把我萝卜 对付你这不爱吃蔬菜的小孩 有的是办法 看我怎么用蔬菜对付你个臭小子 小孩大多不爱蔬菜 其实关键在于搭配和味道 把他爱吃的午餐肉混进去 蔬菜们就有灵魂了 全部切好的蔬菜阵营 有点眼熟 那蔬菜搭配搞定了 现在来解决味道 大部分孩子都爱番茄口味 我家这个也不例外 尤其是一面披萨之类的 所以这道菜叫 抓什么 你掰一过来就是 蔬菜大杂烩 炒好酱 蔬菜们也该上场了 按照我的超高审美 来搭配颜色 请问 还有小孩会讨厌蔬菜吗 把蔬菜当披萨来做 我也算是有才华了吧 盖锡纸烤熟蔬菜们 这时太水了 再去掉锡纸 刷个油继续烤 这一次就特别完美了 再拧点椒盐 就可以吃了 彩虹的蔬菜 正确吃法应该是 加一打一起吃 不得不说 各种蔬菜口味 加番茄酱料 绝了 最绝 我赢定了 哥叔 看这个怎么像胡萝卜呢 那不是啊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这都是胡萝卜 哎我跟你说 这道菜老火了 你试试一点儿夹起来一起吃 嗯 有胡萝卜吗 没 我就说没有 有来来米饭呀 干吃啊 哦 这个要陪你捏 嗯 这张之妈咪真是歪歪第S 怎么样 还不是不用搞定啊 剩下的萝卜 我打算做 不过 不过 这张之音 还有 这张之舞 这张之人